龙女 你是怎样到货家当丫鬟的 我什么也不记得了 你的名字是谁取的 你就记不起你的家 你的父母 我的父母 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奇怪的是 我总觉得我过去生活在海里 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我又说不清了 师太 您不觉得龙女的来历有些蹊跷 妙善 看来我们只好借助一下你的宝瓶了 我们在金佛面前 为龙女送回京吧 看她能否还起本来面目 我现在就好 好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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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闹了 没意思吗 真没意思 我不想看 我都腻死了 父王 连我到海面上去看看吗 好龙女 乖孩子 别闹了 你快看 看他们跳得多好 你也去 我才不想去 你去跟他们一块跳 有什么好看的 我都会跳 我想到海面上去 你看这海子 快 出到水面上看个究竟 遵命 这是怎么回事 母后 这是怎么了 怎么回事 也好 不好了 何时惊慌 禀告龙王 明天庆冬年在五十里海滨大放花灯 连海面上也点起了 莲花灯 宝塔灯 放生灯 长明灯 这陆地上还扎起了亭台楼阁 人们是跳诗舞耍秀球 到处人山人海 锣鼓喧天 还比赛龙舟 这不要闹得翻江倒海了 原来是这样 这是好事 人间风调雨顺 百姓感激上天 也感谢龙王 就让他们高兴高兴吧 是啊 风年闹龙灯 这是人间的传统 何必大惊小怪 只是让蟹匠砍好了震海的铁杵 不然真要卷起白浪三千丈了 还有 海底虾兵蟹匠 水族百姓也都纷纷跑到海面上去看热闹 有的还跃出水面 跟着路上的管跃生肖细笑玩耍 这才先动海底波兰动摇龙宫的 传旨 让所有水族立即返回 坚守其职 不得在海面观景 海兵封锁海面 围者逐出水族 宗旨 母后 父王 孩儿长这么大 还没看见人间闹花灯是什么样 就带孩儿到海面上去看一眼行吗 公主 你还想 等你大了一些 父王和娘一定带你去 就看一眼 父王 父王刚下了令 你身为公主怎么能违反 再说 这陆海各异 我们龙家身为海底君王 怎么能出海游逛 小龙女 听父王的话 除此之外 父王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父王 我就看一眼 就看一眼 一眼也不行 我就去 我就要去 海底闷死了 你快回来 快 快 叫人把他追回来 遵命 太不像话 小公主 小公主 您到这儿来干什么 待着没事到海面上去看花灯 龙王有令 谁也不能到水面上去 父王的令是下给你们的 我又没听到 就是听到了 他也管不了我 公主 龙王圣旨 宫内宫外 任何水族不得违抗 公主啊 你还是回去吧 嗯 你 你们这群笨蛋 快 再派一地水尸 把他给我追回来 遵旨 遵旨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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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芹糕了 麦芹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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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呀 芹糕 这个 好吃吗 好吃啊 给我一块 给 看一看这个灯 看这个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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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啊 走 怎么样 没给钱呢 什么 钱 给 别走丢了啊 别走丢了啊 元芹糕了 别走丢了 人越冰越地 上人越冰越近了 哎呀 家里的花灯可真热 大湖 哎 父王 母后 母后 父王 父王 我回不去了 父王 快救我 父王 龙女 龙女 我来救你 你是谁 欲出苦海 需得修炼自身 快告诉我怎样修炼 放你到凡间苦海 先体验尘世中种种污秽艰险 美恶善丑 到时在白雀寺 你会遇见一位善德女子 她就是你超度混沌的师父 你就随她修行 共度劫难 修成正果 善哉 善哉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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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受弟子一拜 龙女 快快请起 此话从何说起 我不敢当 刚才师太为我发功 唤醒了真魂 我已知道我的身份 而且我还见到了佛祖 佛祖让我拜你为师 随你修行 阿弥陀佛 鬼人自有天相 佛意如此 你就收下吧 阿弥陀佛 施主何故如此动怒 你倒在这里自在 我家少爷差点被你给毒害死 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 告诉你 别真把自己当公主 霍丞相想杀你 至少怕便宜了你 师太 从今往后不能让他白吃饭 到室内厨房去打杂 每天挑水三十担 披柴两百斤 差一滴水少一两柴 也不许你吃饭 颠倒黑白 嫁祸于人 你们就不想想会遭何种报应 报应 我现在就让你尝尝报应的滋味 龙女 老爷 这根鞭子给你 只要他不老老实实的听话 你就给我往死里打 你们两个都给我听着 我随时来查看 师父 他们千方百计要害你 我们还是设法逃出去 是吧 节气未了 在劫难逃 我们总不能听认他们的摆布吧 三十淡水两百斤柴 就是一个壮汉也要累死的 我本是山霄女子 挑水坯柴难不倒我